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有一名三人遭到凶徒以武士刀架在脖子上威胁 结果此事引起很多应议不满 纠纵到现场 而事件也造成多人受伤 18辆车子和2辆摩托车被烧毁 很多应议民众还原事故真相 强调是发展商派人来拆庙 结果和新都教徒起了冲突 而直到今天下午 警方仍在现场驻守 避免再有冲突事件的发生 不过雪州总警长马自然今天早上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 强调此案不涉及种族问题 只是和法庭所发布的 要求庙宇班间庭令有关 警方还在调查事故发生原因 目前已经逮捕7名30余岁的乌云男子驻查 另外首相署部长瓦达姆迪也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让警方深入追查 不过瓦达姆迪也担心这一起事故 可能会对多元种族和谐 以及信仰自由造成破坏 此外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也证实 根据法庭的裁决 有关新都庙地段属于发展商 州政府一直给予通融 让庙方在土耀街之后才搬遣 而有关地主OneCity发展商 事后也否认他们和新都庙的事故有关 并强调了没有参与口角和骚乱 同时严厉谴责此事 换个焦点 评估莱纳斯西图厂执行委员会的 重建西图厂报告将会在明天出炉 可靠消息指出了 有关报告会亮绿灯 同意让西图厂继续运作 该报告明天出炉之后 将会审较到内阁进行讨论 再加油首相决定 是否让莱纳斯继续运运 而关丹国会议员傅之亚受访时表示 如果执行委员会最终的决定是 要西图厂建设永久废料储存设施 作为营运的条件 相信民众很难接受 而另外多年来抗议莱纳斯的行动党 文东区国会议员黄德宣布 成立一个由朝野议员组成的 九人跨政党国会核心小组 以针对莱纳斯西图厂报告进行研究 预计在耗费两个星期进行研究之后 将会把研究所的陈上内阁 黄德说明了 这个国会小组的成立 和评估西图厂委员会的功能 没有重叠或冲突 因为该委员会属于技术性的审查委员会 包括专注检讨专家的意见 而国会小组则负责研究他们的报告 另一方面 前首相纳斯里纳吉被指控 只是前总机查思 修改EMDB报告还没有完结 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阿玛辛正式接获了相关投报 目前已经着手调查此案 也会传召相关人士录取口供 另一方面 EMDB案件还有一个关键的重点 那就是刘特佐这一号人物 出席了EMDB会议的事实 纳吉坦言 他从未隐瞒刘特佐出席会议 而且更曾经在国会书面回答 说明刘特佐是代表 沙地国际石油公司创办人 沙地王子出席过一次会议 不过同样是来自武统的 林茂区国会议员凯利则说 纳吉不曾在内阁提及刘特佐 出席会议的事情 凯利指出了很多和EMDB有关的事情 纳吉也没有向内阁汇报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